我太馋了 我实在是太想染头发了 但是我的工作它又不允许我染 然后呢我就看了非常多的发色推荐 于是总结出来的这三个 完全不会翻车并且非常日常的颜色 第一个呢就是黑茶色 它是一个不挑肤色并且非常显白 又日常的一个颜色 它在室内看起来是完全黑的 但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黑茶色 然后再配上我们这种慵懒的大卷发 韩剧女主角就是你啊 还有记得要跟理发师说要那个黑一点的黑茶色 不然它洗几次就容易变踪了 第二个呢就是焦糖拿铁 就比较适合我这种黄皮新人 而且它颜色非常低调 就算你平时不化妆素颜出门 也是可以驾驭的一个颜色 而且那种神秘又带着一次优雅的感觉 实在是太迷人了 而且非常适合这种秋冬的天气 再配上这种毛衣好做美甲 嗯都很好看 第三个呢就是脏橘色一个非常女团 但是又不用嫖的颜色 就适合你们那些又想要夸张 哎呦不想挑的人 我告诉你们 染完之后可好看了 染完之后就挨头让我看一穿吧 我很馋 好了最近做了 天价化妆品究竟有多贵 先拍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洗发水 沐浴露 乳液 水的 波罗 猜价格 80块 89块9 我大了想 198块 有点格局好不好 299 2万1 240 上面有18K的黄金和 0.2克拉的钻石 1999 有点格局 刚2万1 3万 多了 1万 9370 什么眼睛要贴这种睫毛 2000块 它里面还有267克拉的黑钻石 2万块 长沙一套房 161万 为什么要往手上涂这种的黑钻石呢 这就是有钱人的乐趣啊 金箔面膜 金箔面膜 这个我知道 应该也就几千块钱一张吧 4万块钱影片 迪拜的一个酒店做的 然后用的是24K纯黄金制造 我知道了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疑 请把我丢到迪拜去捡垃圾 被允许使用维多利亚女皇 团灌图案的香水 那个玩意都会长沙一套房 那这个100万 140万 Oh my god 我手上能喷上这瓶香水 200万 不 300万 不 500万 不 2000万 那倒没有 630万 就这 也其实不是特别贵啦 也还是挺便宜的 反正是我几辈子也买不起的东西 感受到了世界的贫富残缀 很好 下次不许再猜了 万圣街NPC不心动挑战 来咯 重庆地区的 一点点心动吧 这个就很一般 你怎么看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因为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 帅 这个就很一般 这也不是同一个人吗 上海地区 太小了 嗯 嗯 我喜欢这个医生 我就穿白大裙 我好帅啊 一般般吧 这种不是一大街一抓一大把吗 到长沙地区了 希望Barrell失望 这个是甘望星吗 我怎么感觉很像他 但是又不是他 就是还行 可能帅哥看多了 眼花缭乱的 这是甘望星 天天看 他也挺帅的 下一位 中间那个帅哥医生 为什么要放逸阳的视频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想看看视频 他竟然最后一个 给我放逸阳的视频 无语 我不想看 电视看 看他烦死了 好了 我现在要去找他 问他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 走了 海中南河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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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别看减肥必看 因为看完这些图片之后 你们将会对食物彻底失去兴趣 今天呢 教你们三个减肥小绝招 让你们瘦成我这样子 狗蛋上吐 看完这些你们还想吃吗 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吃小龙虾 这个蓝色的真的好恶心啊 因为蓝色是可以让人感觉到冷静的 所以它有一致食欲的作用 非常有效 当然了 如果你看完那么一大堆图片之后 你还是想吃东西的话 关注我的第二招 就是一边吃这个磨牙棒 再去看那些图片 先声明一下 这个东西 它不是狗吃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硬 我觉得你看完一集电视剧 你都吃不完这个东西 因为人的嘴巴只要不停地在咀嚼 没有闲着 你就不会有饥饿的感觉 非常有效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东西都不行的话 那我还有第三招 就是我们随身携带一点香水 或者是固体香膏 当你觉得饿的时候 你就往身上来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 它也是可以控制食欲 并且延缓饥饿的 如果这样子坚持一个月下来 还是没有受欢 你就来找我 我就让狗子让你随便打 我是个特别慷慨大方 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